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各位來到阿仙路球迷天地 終於叫做Tommy 我們一季賽事下來 去到季尾了 不經不覺一年了 一季 一季 歲月催人這些不要在女拍檔面前說 今天介紹一下我們的主持 有會長Tommy 有女神Yuki 還有小弟文傑 先講一講的就是 講講最近的賽事 我不是很主張形容那場球 不過最近一些足球我們的表現 的確要講一講 英國的傳媒估計 我們本身阿仙路 去到季尾 應該可以以75分來過終點 他還想著 已經是 對著史禄城那些 會失分 結果現在開來67分 如果最後那場 可以作客擊敗西部朗 其實都只不過是70分 已經是跟一些英格蘭的傳媒 那個保守的估計 居然都有幾分的距離 這個距離是 我想作為阿仙路的球迷 都一定不滿意的 對於近排球隊的表現 尤其是講回剛剛 過去周末的那場 3比3磨了諾域治那場 前面進去後面 就頂不住了 就是三球球 下半場 對方龍門也上身 但我們本身龍門也 可以做得好一點的話 我覺得三球也不應該實 整體的表現 後防那方面始終都是 如果逐個逐個稱 今時今日我們很難說 阿仙路是一隊很年輕的球隊 因為雖然我們有些很年輕人 不過其實我們陣中 上到二十七八歲的人 已經是大有人在 照到你的經驗上來說 不太缺失 不過後防那裡 始終有質素的人也不少 但是硬是出到來 有很多時候會有些 都挺醜怪的失誤 或者是不應該在這個水平 都會發生的事 是的 而且我覺得雙兵方面 又比較多 就是之前中肩又傷了 逐個逐個傷 然後又變了逆傷 所以我覺得其實雙兵 對阿仙路來說 都是一個挺厲害的致命傷 剛剛合得好的 梅迪薩卡 又在對新特蘭那場 那場球就 哎,跑了一 could trip 都慣低了 那要去的歐洲國家盃 之前才能復申上 那個人 我覺得失去他的身形 那個高度 其實對於整支球隊來說 那個房先 那其實 我這樣 可否則一下 或者阿仙路現在 每個球員都沒有很全面 華美麟今屆 其實在那個 SIually McGrind方面 是有點露出的 高斯爾尼就是 一個最好表現的球員 但是仍然是 身形那方面 五五波硬碰硬 还有在争顶高波那里 好像那次对史鹿城 比高乐治那些 真的硬冤死你 另外沙格拉始终有伤过一排 杰比斯都是 始终一班后防都不能够 好好地完整整季夹下去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的借口 是真的有问题 要改善一下 因为我们的老对手 比如说红魔鬼 后防都经常伤的 或者是孟城都有球员伤的 为什么他们失波数字 还是少那么多 这个我想未来 或者说一下 大家知道保特也应该会是我们的副领队 保特也是我们90年代 那时候一个亚仙奴的 就是一个铁胆无敌的中坚位 希望他去到副领队这个位置的时候 能够真是完全新教 赋予更加多的一些经验知识 比我们现在这一班的枪手厚房 我但愿是这样 当年保特就比赤亚当斯 其实保特已经高于亚当斯 但是那个硬正程度 我想属于硬正的 当年特别是英格兰 其实希望我觉得把身体碰撞性 或者如何对抗一些冲撞的前锋 或者高波 可以带到给一队里面的中坚 重新去适应这个冲撞性的足球 因为我觉得你说哥斯尼和华美伦 对第二波 我想就OK的 但是你说迪佐努和梅迪萨加 对高波上面和身体碰撞 我想就比较柔弱一些 希望保特可以调校到 可以适合打英超的防守 是啊 段不能一拼就适合打欧联 一拼就适合打英超 那真的很难搞的 整天变的 另外中前场那方面 大家认为瓦迪达的相出 会对他影响很大 我觉得最主要是 那帮人的状态有点回一回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始终路斯基 你要他长长这么好表现 但是你要他一个人打完 是很辛苦的 很吃力的事情 那云佩斯又已经交货了 三十球的意思 我想在人员上真的要加 那未来加了些什么人 大家都知道了 那看看云佩再去 怎样整理一整理阵容 不过先搞定了 现在礼拜日的那场 杀科战就对西暴浪作客 很微妙的一个阶段 就是后面的二次差一分 再后面的纽卡索就差一分 如果我们万一 就是这样计算 如果我们是拿不到分的话 后面那两对赢了 我们不要说前三 前四都没有 不想触碰我了 不想 这个要理性和大家说的 变成了其实对西暴浪 都是义无反顾 一定要得到三分 刚好又是对方领队 最后一场 其实西暴浪 学神 说难踢又可以 说不难踢又可以 我觉得我们有三个主力的正选 是相出 阿迪达 华国特 和沙格纳 和沙格纳 在这三个位置里面 现在我们真的有状态的球员 加上去的话 我觉得在这三个位置 要作客去西方 是有点民粹的 希望踢出那种背城借一 好像对AC米兰的次回合 不理会主场作客也好 打出那股 打死霸袖的气势 今届 希望上场能够取得一至两个入球 我这个是太乐观的愿望 三分 三分 因为 尤其是哈里列纳 做不到英格兰领队 他的成绩又好一点 这样 这样也有 迟些季美之后 就要检讨一下 跟大家说说热次 和哈里列纳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柳卡索今届 其实我自己客观地 我也想他进入前四 我觉得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表现上 一个直接的评价 前四 现在这样的机会 sorry 我当然是 希望自己那对球 站稳前三先 西部朗 大家支持兵工厂 前三位 其实对于季初的跌档来说 我经常说是一个意外的 意外的好 毕竟我们和前面的人的分数 其实是差十几 十九分 如果孟城得多三分 起码是十九分 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差距 近年来其实 往往是十几分 就是从这个 捉总班 我们最后一届 拿完之后的年代 相差十几分 和前列球队的次数 已经出现过三四次了 这个你不得不承认 阿仙奴的失力 是的而且确 下降了 阿仙奴除了来香港之外 也会在北京 Tommy 也会有其中一些活动的细节 虽然未必落实的 但我可否透露一下呢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上年杭州 云家就去了杭州大学 就做了一个 跟学生有一个交流会 上年杭州大学的交流会 其实是云家主动提出 亦都是杭州大学自己承包了这个活动 又去提出场地各样东西 所以当时就没有球迷可以参加 只有当地杭州大学的学生参加 所以令到很多阿仙奴的球迷 都不能够见到云家或者发问一些问题 但今次北京就说云家也有消息透露 云家也再次提出想跟球迷有一些交流的时间 所以也希望会安排一次跟球迷交流的机会 但这个也未落实 因为要看回时间上许可 场地上的安排 这个是其中阿仙奴想来北京 有一个活动 其中一个就是云家和球迷 一个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 希望真的有机会 有时间各样的许可 可以完成这件事 也是屡次地说 其实北京那堂事是搞得大很多的 所有的活动 你认为最想做得到的事 其实是在北京那里 所以各位昌迷 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 就不只是在香港捧场 去过了北京捧场 又看了对曼城 是直租的 我认为对曼城是直租的 对 看了一些拿斯尼的 罵他也唱那首歌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比较负面了一点 正常的 都挺好看的 是啊 大家一起唱 去年我们在杭州看着 都还支持他 是啊 今年就反客为主了 杭州签名会 很多球迷在他旁边叫他留下 跟他说英文 甚至我看到有人跟他说法文 就说叫他留下 但是拿斯尼的面就笑眉眉 没有回答过任何东西 不是 接着他后来很困难的 听人说 那些男生 即是男生叫他签名 他已经不愿签了 他是扮睡觉 那时候他坐在茶马克旁 那茶马克就被女生吵了 那拿斯尼就扯上雙手 然后就倒下头就扮睡着 所以走就对了 我们阿仙龙那些 全部都是很好先生笑容 那就是啊 另外我所遇到的 也有不怕说 可以说丹尼神 你说几次 说几次是吧 那我不说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丹尼神 与我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就 Facebook交流 OK 今集的阿仙龙球迷天 我们来到这里了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by bwd6